水帘山庄是汐止地区知名的优质社区 不过因为当地连外道路只有一条湖前街而已 让社区居民感到相当的不方便 最近这几年包括立委李契华还有市议员廖正良 都非常关心水帘社区的连外交通改善的状况 在31号这天下午立委李契华还有市议员廖正良 就特别召集了市府新工处 还有交通局的各个单位人员来到了水帘山庄 进行了一场说明会来看看现场状况 水帘山庄是一个超过2000户的大型社区 为了改善当地连外交通 多年来明代们积极为水帘山庄严拟规划新路 31号这一天在水帘山庄所进行的这场交通改善说明会 就涌进了大批社区居民 立委李契华也表示 三条新的连外道路都还在规划进行当中 龙山林的上面开一条路 这是一个冒出来的案 是比较惋惜冒出来的案 那另外一个案 第三案 去年就谈到了 就是刚刚我讲的 就是康宁街 街道 福德山路 一个走 新社后桥 向南 一个向西 一个向西 走吉林街 大概这三个案 那刚刚我们的委员的几个荒案都讲过了 那我再简单细数一下 我想之前第一个会开的大概就是从 我们的水帘山庄的大概 到五九后面一条稻子 到一条稻子 到康宁街 这条 这是第一个案 大概就是很久之前就会开过的 他们说OK的话 我们新莫处 这对第三个案获取的方案 可以进行的一个方向做个说明 那不过我们还是要让这边的居民知道说 去年整个在进行的 第二个方案 我们认为可行的方案 他们后来遇到的问题是怎样 所以底下我要请我们的顾问公司 针对这个案子说明以后 大家才说 既然这个案子遇到困难以后 我们都会调第三个方案 消防局一直针对写的地区在做的一个 一个规划的一个 那当然大众运输的部分 当然现在大概检举 大概案子也送到消防部去了 那我们想当然顺利的话 那我们就出去来推动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跟 台北市连接这个连外道路的一个方向 无论是开凿山洞连接康乐街的规划路线 或者是走龙山林社区 和高尔夫球场旁的规划路线 都可以让水帘山庄的居民更快 更便利的前往台北市东湖地区 对于疏解社区交通和社后招募瓶颈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当地里长和里民们也都期待已久 在去年的三月就提过了 那我们比较不简的是就是说 到了现在今年104年的8月 已经经过一年半 那这个案子到现在还在做评估的这段 那我们当然我们 以我们几年的立场 我们是非常希望说 为什么经过了一年半 这个案子还在评估 我们比较不简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案子可以疏解 我们这边可能我们往东湖的方向 那手催道对我们来讲会比较直接 直接下去就可以直接转到金融湖隧道 直接到内会比较快 那现在的方法是说走康宁街 其实我在这边已经住了17年了 我算是原住民 等待很久 也很期待 我希望这一条连外道路能够尽快的 让我们社后能够有个新的景象出来 由于开凿山洞连接康乐街到东湖的归号路线 对于东湖旁边的中山里来说 有不小的环境冲击 中山里长也在说明会当中表达李明的立场 请各位在发展的同时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尊重每一个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人的情意 尤其不要换入了以林为霍的这个科学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 对霍卧式的主持人其实 亏想起来可能会对某一些结社运行 虽然至今所有水连山庄连外道路的改善规划路线方案 都还没有定案 在环境冲击及经费考量下 可能是以第三个道路规划案 也就是以联通新社后桥与捷运民生西纸县社后站 穿越康宁街的新计划道路规划案 或许是比较可行的 另一位李庆华 议员廖正良和市府代表们也表示 仍会继续关心水连山庄的连外交通改善状况 记者李一帆 细子采访报导 细子采访报导